后排不系安全带要被罚款,乘客司机并罚吗? 司机们为了避免为摄像头拍照,都会系好并且叮嘱副驾驶座的乘客系好安全带,但是却往往忽视了后排的乘客。 据交警部门透露,浙江高速公路正式启用了不系安全带违法检测系统,这些抓拍系统全部都配有自动识别功能,能对卡口监控抓拍的图像进行自动识别。 若识别存在违法行为,会将违法信息按照车辆户籍所在地的自动传输给当地高速交警部门在通过人工进一步核查无误后,陆入违法处罚系统。 首先,司机有义务确定并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后才驾车,不能在乘客未系安全带的情况下驾驶车辆,法律责任是在司机这一方,所以即使提醒了乘客系安全带,乘客没有系好,最终还是会处罚司机。 为了安全,建议孕妇乘坐可以调整安全带位置计好,对于4岁以下儿童应乘坐儿童座椅,12岁以下儿童不得乘坐前排,需计好安全带。